好,那從現在開始我們就開始進到錄影的部分 那以之後這個演講我們也會放到YouTube上面 那歡迎大家再到那邊去重播 好 那鼎文再麻煩你share你的screen OK,OK,我先在我share我screen之前 先跟大家講一下我是誰 我是陳鼎文,謝謝剛剛林秀的介紹 那我是鼎文,陳鼎文 俄東城一眼九點的林文章德文 我現在在德國的歌底庚大學這邊做博士後研究 那我其實覺得Tyra是一個蠻有趣的團體 我也很喜歡這個團體它的利益它的宗旨是什麼 它就是要幫助台灣的年輕人 年輕的學者們能夠有一個平台 那在這個平台上我們可以彼此交流 可以認識大家到底都在忙什麼 都在從事哪些方面的研究 那我自己為什麼會知道Tyra呢? 其實是因為Facebook我看到的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就突然有一天這個廣告就出現 然後我就覺得 欸,這個是台灣年輕學者嗎? 它其實就是Tyra A是association,R是researcher TYY是什麼呢? Young Scientist Y是年輕 然後T就是台灣 我想說我作為一個台灣的年輕學者 我應該就要參加這樣子的團體 那我其實小時候到我主要高中 然後大學、碩士的整個過程都是在台灣 那我是到了博士才有機會到了歐洲這裡做研究 那Tyra對我來講 它是一個另外一片田地 因為我知道Tyra大部分的成員是來自於美洲 那我就想要去認識這群美洲的朋友 他們會不會有跟我一樣做生態的研究 或者是有沒有跟我一樣對土壤特別感興趣 那是不是有人也是在做演化的研究 所以我很想要認識這群人 所以我就加入這個團體 然後就報名了他們的一些活動 譬如說他們就有一個導師導生的計畫 那在這個計畫中他們就幫助 現在還在台灣的年輕人 然後藉由我們這些可能已經跑到國外去求學工作的人 然後我們來幫助他們 讓他們在國外的求學的路上 就是找尋國外求學這條路上 或許會有一些的先例可見 然後我們也可以在我們這個辛苦的求學的這個路程中 我們所收穫的 我們所經歷的能夠跟他們分享 讓他們不要再走這些冤枉路 或是讓他們能夠找到比較好的方式 能夠去探索到他們未來的質疑發展 好 那這個就是簡單跟Tyra的源源 那我應該要開始我的演講 我會覺得其實這個可能會像是一個分享的過程 我不太想把它弄得是一個很正式很嚴肅的一個報告 那如果大家在我講解的過程中 說明的過程中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們都可以隨時發問 當然我知道可能也不會有人正式的發問 那我其實還有一個小小的請求就是能不能請你們 如果方便的話 打開你們的鏡頭讓我看看你們 因為我希望從你們的臉上 從你們的表情知道 到底是不是這個部分特別難懂 還是說這個部分你們覺得特別的無聊 或是覺得哪裡特別的好玩有趣 那我可以再多加的說明 所以方便的話 麻煩你們打開你們的鏡頭讓我看看你們 好 那我現在就可以開始來講了 首先我要先分享我的screen 我盡量把握時間 因為我知道我們今天只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你們現在看到了什麼呢 你們現在是不是看到了我分享的screen 林兄那邊有看到我分享的screen了嗎 還是還沒 有 沒問題 你有看到我分享的screen 嗯 好 有 OK 現在看到的就是這個地底下的一個 植物的根的構造 當你放大去看的時候 你會看到什麼呢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在我們踩在我們的腳底下 有沒有我們所不知道 我們所沒看過的生物 我是一個土壤生態學家 我對於 取落生態學 還有土壤動物的演化特別感興趣 那同時我還是一個 部具分析 專門從事數據分析工作的人 那我也是一個 我認為我是一個mentor 是一個導師 因為我參加了Taira的這個導生導師的計畫 那同時還有指導一些大學生 說師生 甚至的博士 甚至是博士生 那同時我還是Podcaster 我自己有在經營 其實那個是2020年的事 我自己有在經營一個算是學術的 稍微有點科普的Podcaster Podcast 這個叫做你讀paper的嗎 關於土壤生態的那些事 那有些朋友可能會透過這個Podcaster認識我 那我也很開心你們能夠 參與我的演講 然後聽我分享我的工作 做我的學習的過程 好 這個是一個 歐洲的很典型的三毛矩的森林 那在這個森林裡面 我如果告訴你說 這邊有很多有成千上百的動物 在這個森林裡面 你從這張照片你可以看到什麼 其實你看不到他們 他們到底在哪裡呢 他們其實就在 生活在這些落葉層裡面 還有在落葉層下面的土壤中 那如果你去挖一塊土壤起來 你現在看到這張照片 它是一個土壤的一個微泊面 它大概寬是5公分 深大概也是5公分 5到10公分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小小的空間裡面 你可以看到一個 很像迷宮般的一個構造 你可以看到最上面的那個部分是有落葉 然後下面的部分是比較緊密 緊實的土壤 那在這樣子一個小的空間中 它會產生一些環境的梯度 比如說水 水分就有一個梯度 如雨水掉下來的時候 是落葉比較濕 然後它會慢慢的往下流 那另外也會有氧氣的梯度 還會有營養的梯度 那像這樣子一個 抑制性很高 就是它差異很大 環境差異很大 一個小空間中 它就有辦法容納各式各樣不同的生物 那 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我們稱它是土壤 但是在學術上 那我們會另外用一個詞叫做 雕落物 或者是 這是一個碎石生態系 英文就是detritus 那住在這裡面的動物們 我們會假定它就是吃這些 腐植植吃這些植物的還有動物的產體 所以又被稱為石碎穴者 detritus 那住在這個土壤或是雕落物落葉中的這些動物 它其實你可以想它到底多少 就是就我們的調查經驗來講在一平方公尺的土壤中 我們可以有機會看到一萬隻到兩百萬隻的土壤動物 這是一個很驚人的數字 你想想看你一天吃了多少米 但是在這樣子一個小小的空間 你可以看到這麼多個體數量的動物 那到底有多少種呢 你現在圖片中看到這些奇妙的動物 神奇的動物 它們都是土壤動物 大概有六十到兩百種的物種 可以生存在一平方公尺的溫黛森林中 那大部分這些土壤動物它很小 它的體型大小呢 雖然現在看照片很大 但其實大部分的體型大小都是小於一公分的 那這些小於一公分的土壤動物 當然也有大於一公分 像是蜈蜈、馬鹿、蜘蛛他們是大於一公分 那小於一公分的這些土壤動物 我們一般稱作土壤中型動物 為什麼我要講土壤中型動物 因為那個就是我研究的主題 土壤中型動物 那相對於就是有像跳蟲、甲蠻這些 我們就稱作是小型的無脊椎動物 但是比這些一公分還小的 比如說比兩公分還小的動物 的土壤動物 那有可能就是 所謂的小型土壤動物 那土壤中型動物 我們在學術上面來講 我們習慣稱它是Mesophauna Mesop就是中的意思 Maphauna就是動物的意思 所以Mesophauna通稱這些 中型、中體型的動物 那為什麼體型很重要 因為在土壤動物 你一進去你去學習土壤動物 第一件事情就會告訴你的是 土壤動物我們如何分類呢 按照體型大小來分 大型動物、中型動物、小型動物 那你現在看到的這些 比較亮的 這些照片顯示的這些就是 土壤中型動物 包含了跳蟲還有一些蠻類 那除此以外呢 你現在看到這些也是中型土壤動物 那這邊有一些比較特別的 像是圓尾蟲、雙尾蟲 還有一種叫做Synphylans Poloponens 所謂的Scopian 這是 這個詞我就不在這邊多多解釋 不然我們今天事情可能不太夠 那另外還有哪些土壤中型動物呢 除了剛剛那些所謂的 是結子動物 你看到它的體結一結一結 你現在看到這邊就是一條一條的 像是 現影 或者是像是現蟲 他們也都是屬於土壤中型動物 那我自己是特別喜歡跳蟲 那跳蟲是什麼呢 這個 這個你們就要去聽我的Podcast 應該是在第四集 那邊我就有介紹一個關於跳蟲的科普 那我在這邊再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跳蟲 它不是跳蟒 跳蟲 它也不算是昆蟲 有人把它當昆蟲 但是我個人覺得它並不能夠 嚴格來講它並不能夠算是昆蟲 它可以算是六祖種鋼中裡面的一個大分支 那它現在又被稱作 它被歸類的是彈尾鋼 早期它被算是彈尾木 現在已經提升成為一個鋼 那所以跳蟲是昆蟲的近情 那跳蟲在畫室上在演畫上的歷史有多久呢 據說它是從古生代就有了 它是在Devonian的時候就有 那它是算是在早期拓植 首批拓植到陸地上的這些無幾罪動物之一 那全世界現在有九千種跳蟲 那我們可以把它歸類成為四個不同的木 三十個不同的殼 那四個不同的木呢 第一個木就是Antomobriomorpha 它長的就是體質比較明顯 那大部分是生活在地表的 那它的 會數屬於一種比較表漆的跳蟲 那它的食物呢也大部分是來自植物 那另外另外一個木叫做Podromorpha 這一類跳蟲的形態就比較多變 那相比於剛剛那個Antomobriomorpha那個跳蟲 Podromorpha它的彈器就比較短 彈器什麼我等一下會再講 彈器簡單來講就是跳蟲跳躍的一個器官 那Podromorpha大部分是生長在土壤比較深底層的部分 那在這個地方它們就不太會需要用到彈器 所以Podromorpha大部分的彈器是比較短 甚至是沒有彈器的 那另外還有Nenipleona跟Simipleona 這兩種跳蟲它長得比較圓 長得比較像米老鼠 我記得我在碩士期間有個同學 他就特別喜歡去研究Simipleona 當然現在在台灣也有一個 也有一位學生在張志涵老師的實驗室 他也是進行跳蟲研究 他特別也是就我所知他特別研究 Simipleona這一個木裡面旗下的幾個顆的物種 那這個物種的跳蟲很可愛 那就我們所知他大部分也是生長在地表上面 那Nenipleona也是跟Simipleona形態來講長得很像 只是他的個體比較小 他大部分是生長在比較深土層的部分 跳蟲的形態呢 就是他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 你們可以看得到我的游標嗎 希望可以看得到 跳蟲之所以會跳是因為他在他的屁股的部分 有一個彈器的構造 那這個彈器的構造能夠幫助他去抵抗 逃避天敵的攻擊 所以這個東西是能夠使他在短時間內 離開他原本的位置 那所以他被稱作跳蟲 那跳蟲有什麼功用呢 跳蟲呢他在生態系統中他具備有調節微生物的功用 那他也有辦法去影響土壤的團具體 或者是去促進去改變土壤中的凋落物落葉分解 然後影響了土壤的化學元素循環 然後因而對植物有所幫助 那跳蟲在整個土壤生態系統中他所扮演的角色 他除了是一個捕食者他可能會去 不是說實話他不是捕食者 他是一個他可能是 我們稱他是分解者 他可能作為初級分解者 其實這個應該怎麼講 Primary decomposer 他作為初級分解者以及次級分解者之外 他也是有些跳蟲也是作為捕食者 會去吃土壤中的腺蟲 那他同時也是作為其他土壤中的捕食者的食物 像是一些蜘蛛 或者是你看到捕食性的蟻 他就會有機會去吃跳蟲 因為跳蟲的體表比較軟 跟其他的像是夾蟻相比 跳蟲的身體比較柔軟 所以相對於其他這種硬隔的夾蟻來講 跳蟲是比較好吃的 捕食性蟻、蜘蛛、螞蟻等等都很喜歡吃跳蟲 他就有辦法作為其他類群的食物 好 所以這一個部分前面就是我答應大家一半的科普 然後之後後面就是一半的學術 OK 說到這邊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問 我來看看哪些人在線上 看看會不會有我認識的 我看到有一些我認識的人 先跟大家打個招呼 如果剛剛來不及打招呼的話 我先暫停到這裡 有沒有人有什麼急迫性的問題想要問 或者是哪裡聽不懂 我講得太快 我覺得我剛剛講話語速可能太快 那都歡迎現在來給你們大概一分鐘的時間發文 看起來是沒有 好 那我就接下來繼續講 為什麼我們想要了解 應該是說 那這些土壤動物 它既然對於生態系統功能有一定的影響程度 但是其實我們對他們的了解還不夠多 所以我會想要先知道的是 他們是誰 他們為什麼會在這裡 然後為什麼這些物種可以生存在這裡 為什麼就是他們而不是其他 那早在1975年 Anderson他就想要去找一個理由 找一個解釋來說明為什麼看起來 在這個土壤裡面會有這麼多形形色色的動物 那是什麼原因能夠容納這麼多 我剛剛說了 每平方公尺有幾萬隻幾十萬幾百萬的土壤動物 然後有這麼多的物種 到底是什麼原因使他們可以存在在這裡 那他總結了幾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土壤的食物資源很多 然後第二個就是 我們其實不知道它是什麼 也就是說他們其實吃的東西也是各式各樣 然後第三個是土壤的環境意識性太高 那這是1975年他提出的想法 那在這50年之後到現在是2022年 將近50年我們到底又學到了什麼 這50年的研究進展到了什麼樣的程度 有沒有一些新的理論新的想法新的假說提出來呢 或者是說有沒有一些新的技術被發現被發明出來 能夠幫助我們去回答為什麼土壤生物這麼多 去回答這個土壤動物物種多樣性之謎呢 你去挖一個土回來放在顯微鏡下 你要說把土壤動物提取出來之後放在顯微鏡下 你看到這邊顯示著有甲蟲 馬鹿、甲蟎、跳蟲等等的 那生態學告訴我們 就是在我們大學如果你是讀生物系 你可能會學到關於群落生態學、演化生物學 還有生物地理學 我們能不能夠把我們所學到的這些知識 用在 或是我們 藉由我們在學校中學學藥的知識 用這些知識來解釋我們所看到的現象 那這就是其實這就是我的研究內容 我研究的就是土壤動物的生物地理 群落生態以及他們的演化過程 那生物地理這部分問的問題是 它的分佈格局是什麼樣 這個生物對象性從多到高 它是不是沿著某一個特定的梯度 比如說沿著海麻的梯度 沿著溫度的梯度、沿著水分的梯度 這是生物地理學它所處理的議題 那群落生態學處理什麼議題 那它處理的是為什麼 為什麼這些生物可以共存 這些生物的交互作用是什麼 他們身上是不是有一些特別的特徵 能夠幫助他們活在那個地方 他們到底是吃什麼東西 讓他們能夠維持他們的族群 那另外第三個議題就是演化生物學 演化生物學它問的問題是 生物多樣性的起源是什麼 這些多樣是怎麼來的 是從少變多還是從多又到少 那是什麼樣的改變造成了這些多樣性 除了是身體上的形狀的 它的特徵不同之外是不是有一些遺傳的基礎 那這個是不是跟物種之間的親緣關係有關 那這個演化出來 或者是生物它有沒有辦法自己創造 或者自己去開拓一個自己的 自己的生態位自己的機會 讓它能夠 這個 繁衍的更多 或是讓它能夠多樣化 這個是演化生物學在學的內容 那我用的就是這個一個框架 它被我稱作CTPE Community Trade and Phylogenetic Ecology 翻成中文就是 群落性狀及系統發育生態學 這個其實是一個比較的一個整合性的學科 它需要的 它需要具備的知識 除了一般的傳統的群落生態學之外 它還要需要具備的是一些演化生物學 或者是系統發育生物學的概念 那它怎麼研究的呢 假定在一個環境的梯度上面 你可以看到不同的物種的組成 那這些物種你會在 觀察中看到它身上有特定的特徵 所以你才有辦法把它分成不同的物種吧 那我們就會從這些物種 共存物種在群落中共存物種身上的特徵 去推測到底在他們身上發生過那些事情 是不是有一些的過程 導致你現在看到的結果 這些過程有哪些呢 那2016年有一本書 是Mark Bellen 寫的 它是關於生態群落的理論 The theory of ecological communities 在這個理論中它告訴我們 你現在看到的群落 物種為什麼會站在那邊 物種為什麼會站在那邊 是因為它從別的地方跑過來的 所以這是擴散的過程 那第四個過程叫做總化的過程 那我採取的是它這個觀點 一個地方的群落 一個地方裡面的物種組成是 主要受到這四個不同的過程所影響 不是你們上面看到是上面 你們現在上面看到這個 ecological processes其實只包含了 Mark Bellen 理論中的三個過程而已 好 那如果你看到性狀 共存物種的性狀都一樣的話 那你可以認為它是經過篩選下來的結果 如果你看到共存物種的性狀很不一樣的話 那就是一個分化過程所造成的結果 聽起來邏輯上合理 所以可以這麼做 那我們來看看 在土壤動物中 我以往做研究有哪些 研究結果告訴我們 過濾的過程是 發生或是起作用在 我們所研究的類型上面 這邊我舉了兩個例子 一個是跳蟲 一個是靈罐中的螞蟻 這個是一個我們在長白山 中國東北長白山做的一個研究 我們沿著十個不同的海拔體圖去調查 跳蟲中的等跳科 它的群落組成 那我們去看它身上的一種形狀 就是它身上的體色 我們簡單將它的體色分成了淺色的跟深色的 然後我們去看在這個群落中 是個深色淺色的體色 佔的比例是多少 那我們就發現啊 當這個海拔越高 其實就是你現在看到這個土壤的蛋的含量是越低 海拔越高 土壤蛋含量越低 那你看到的 跳蟲群落中 它的體色就比較深 所以顯示體色是一個很重要的性狀 能夠讓環境篩選 環境過濾發生在他們身上 因此看到 因此得到你現在看到 這些跳蟲它的體色分佈的格局 另外一個例子是在印尼的遊中旅園裡面 這是我現在自己在做的一個計劃 那這個研究是比較兩三年前做的一個計劃 我們是調查了靈罐中的螞蟻 我們把螞蟻用一個噴霧熏蒸的方式 讓它全部掉下來收集起來 然後我們去看這個螞蟻身上的一些特性 我們發現這個 在四種不同的生境 一個是熱帶雨林 然後再來是雨林加橡膠原 還有橡膠原以及棕櫚原中 螞蟻巡弱中的實性 還有他們的祖巢模式會蠻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發現了 我們就認為祖巢模式以及實性 顯示的是一個環境篩選 應該說是受到環境篩選 所以你看到這樣的格局 這個環境是怎麼來的呢 這個環境的梯度就是人為的開發 然後造成了土地利用方式改變 然後因此去篩選了這些特別的性狀的螞蟻留下來 所以你看到這個物種的性狀 那這些物種的性狀 其實不會只有一個 除了體色之外你可以看到什麼呢 體型大小 還有體型本身就是它的形狀 那簡單來講我們可以將這個性狀 分成兩個不同的類別 一個叫做Beta Niche Trade 一個叫做Alpha Niche Trade Beta Niche Trade指的是那些跟環境有關 比如說對環境的耐受度 可能像是體色 你可以就把它認為是一個屬於Beta Niche Trade 那另外還有跟Alpha Niche Trade 被定義為Alpha Niche Trade那些性狀 比如說剛剛所說的那個螞蟻 吃什麼Feeding Types 這跟他們使用資源的方式有關 那你觀察一個群落中的物種身上的性狀 可能有相似也有可能不相似 你現在看到右側這三個框框裡面 就是三個群落 你仔細看一下哪些相似哪些不相似 最左上角那三隻跳蟲都是紅色的 所以顏色是一樣的 但它的形狀不一樣 所以下面那個框框中的這三隻跳蟲 形狀是一樣 但是顏色不一樣 那你再看一下體型大小 所以右邊那個框框 跟三隻跳蟲的體型大小是一樣 但是顏色又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發現這個 如果你觀察它的形狀就可以推轉 除了過濾以外 同時分化過程也在同樣的群落中進行 那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找哪些形狀 是屬於Beta Niche Trade 哪些形狀是屬於Alpha Niche Trade 一般來講我們會認為Beta Niche Trade 在同一個群落中會比較相似 對Alpha Niche Trade而言 在同一個群落中的物種 它的Alpha Niche Trade的差異會比較淡 剛剛說的這個Pigmentation 就是跳蟲沿著海拔的體色改變 跳蟲取落沿著海拔的體色改變 這就顯示 顏色體色是一個Beta Niche Trade 能夠幫助跳蟲活在比較高的海拔上面 那Alpha Niche Trade是什麼呢 剛剛說的是跟食物資源有關 我們在土壤動物中怎麼研究食物資源 他們吃什麼 在早期他們很簡單就是把一隻跳蟲 放一顯微鏡下去看 看到一根腸子裡面有哪些內含物 所以那個演繹要很好 能夠辨認出哪些是植物產體 哪些是真菌的菌絲 哪些是土壤的particle 哪些是什麼 早期做了這些研究 但是經過這五時間 我們到底又多了哪些新的方法 你看到左下角那邊有顯示一個Trophy Inage Parameter 這是我們另外研究 這是做跳蟲的實性 我們選了四種當代比較常用的方法 我們來看不同科不同物種的跳蟲 它是不是有不同的 藉由不同的方法去看到它吃了不同的東西 這個第一個方法是穩定同位素的方法 這個方法可以幫助我們知道 某一個物種在土壤食物網的位階是什麼 它是屬於補食者還是屬於初級分解者 或是它是屬於知識者 這是藉由穩定同位素的蛋食物來知道 另外我們可以從穩定同位素的蛋食山知道 跳蟲的食物來源是什麼 比如說是比較多直接吃植物的 那還是吃那些已經經過細菌分解代謝 作用過的那些土壤的有機質 那這是一個比較長期累積的過程 知道他們吃什麼 就是說它必須吃了好久 你才會看到它在穩定同位素上的變化 那除了跟這個相比 第二個就是neutral EP fatty acid 中性脂肪酸 它同樣也是可以反映土壤動物的實性來源 比如說這個代謝週期 就跟同位素比起來比較短 所以它可以反映大概是幾週到幾個月內 這些土壤動物吃了什麼 我們可以藉由中性脂肪酸去追溯 土壤動物主要是吃細菌呢 還是吃真菌或者是吃植物 那另外下面兩個方法是一個是消化酵素 Digestive enzyme 那第四個是腸道內胃含物的視覺環 這兩個方法就是比較早在使用 但這兩個方法仍然很有用 因為消化酵素比如說像是纖維素 還有集丁質分解素 這些都有辦法讓我們知道 這個土壤動物它吃的到底是植物 植物有纖維嗎 還是吃的是真菌 真菌身上有集丁質這些 那最後剛剛講的Vidual God comment 就是你要把一隻動物解剖開來 看它裡面到底有哪些的顆粒組成 然後從這些組成去判斷它到底吃什麼 我們發現這四種方法得出來的結果 它其實並不太相關 就是我們很難說拿一個方法 就說OK這個方法可以蓋鍋 讓跟其他三個方法是一樣 我們只要選一個就好 這個我們得到的分析結果是 四個方法都同等重要 那它們反映的是不同 通常動物在吃東西的過程中 在消化在代謝跟食性有關的 這整個過程從吞咽到消化吸收銅化 到它身上的組織 它是呈現了不同的面向 所以你看到的光是一個食物資源 食物的生態位跟食性有關的生態位 我們不同的方法就會看到不同的面向 那你就可以知道這個東西到底有多複雜 一個物種身上除了有形態的形狀 還有食性的形狀 那光是食性的形狀就有不同的面向 那我們其實也在想說 還有哪些東西可以作為食性的形狀 那最近因為NGS 次次在定序已經變成一個很純熟的技術 所以我們用次次在定序的方式去探討 要註在或是跟土壤動物有關的那些長島 那些微生物像是細菌跟真菌有哪些類群 那我們研究了除了跳蟲以外 我們研究了甲蠻 這邊有七種不同的甲蠻 我們去看它的真菌跟細菌 是不是跟它的同位素 還是跟甲蠻的同位素 還有甲蠻的親緣關係有關呢 我們發現甲蠻的真菌跟甲蠻的同位素是相關的 那下面這個是一個跳蟲的研究 這個也是去看跟跳蟲有關的微生物 這邊指的是細菌 跟跳蟲有關的這些細菌 還有這些跳蟲本身的同位素 這兩者之間是不是有關聯 那我們做的這個研究 我覺得蠻有趣的是這些跳蟲 它不僅是豬在土壤 它還我們調查這些類群是生活在雪面上 我們就看這些生活在雪面上的跳蟲 它到底是吃什麼呢 因為跳蟲它會在 它除了在冬季會有它在夏季中會有 夏季就沒有雪嗎 冬季就會有雪 我們就在冬季的時候採樣 然後就看這些跳蟲它到底是會吃 它會鑽到這個雪的下面 在雪跟土交界處去吃那邊的東西呢 還是它會就在雪面上去找東西吃 那這邊有三種不同的跳蟲 那我們發現有兩種跳蟲生活在雪面的 它的同位素跟它的腸道微生物 都顯示它的食物來源是來自於雪 不是來自於土 那另外有一種跳蟲它就生長在雪跟 掉落物的落葉層之間 那它的同位素跟那個細菌的組成 就跟掉落物種比較相似 聽起來蠻合理的 但是這個是一個 蠻能夠用 應該說我是覺得蠻 我蠻喜歡這研究的事 因為它用了兩個不同的方法去驗證一個 去回答一個有趣的問題 雪中的跳蟲到底是吃什麼呢 又是吃雪面 其實這跟我們平常 我們所認知的並不太一樣 好 所以以上就是用了這些方式 我們就是用了性狀的方式去看 性狀的相似度 或是跟其他性狀之間的相關性去看 到底是哪些的生態過程 是過濾過程呢 還是是分化過程去影響了土壤動物的群落組成 那接下來要講的就是 在下面 不是在下面 就是關於演化的過程有哪些 在演化過程就講到就是這些 性狀是怎麼產生的 還有這些物種是怎麼形成的 性狀 性狀是多維我們剛剛講過了 但是這個多維的性狀 當你把不同物種放在一個演化關係樹上 又稱作系統發育關係或是性狀關係或是演化樹 上面的樹你會看到什麼事情啊 你會看到這三個物種 這三個圓形的物種 像是米勞鼠的物種 它是來自於同一個演化之 所以這裡你會看到一個 系統發育信號 在這個形狀 體形形狀上面 你會看到一個 系統發育信號 那另外一個情況是 你看到這三種綠色的跳蟲 雖然都是綠色但它是來自不同的演化枝 剛剛這個三種圓形的跳蟲 來自同一個演化枝 這三種綠色的跳蟲 來自不同的演化枝 這個就是差異所在 是不是來自於相同的演化枝呢 越相近的物種 它在性狀上一般來講會比較相似 那我們就是透過物種之間的器人關係 這個親人關係可能是由DNA的序列所測定出來 所比較出來 我們去看這個序列 DNA序列上的差異 就是他們親人關係的差異 是不是跟他身上的性狀差異相關 那藉此我們就可以去了解這個演化的過程是什麼 這剛剛講的就是 相似的物種 他們應該說相近的物種 親人關係相近的物種 他的性狀一般來講也會比較相似 這是一個必然的結果 我們稱這樣子的現象 叫做這個性狀具有系統發育信號 那跳蟲的實性呢 像是剛剛說的這個中性脂肪酸的組成 中性脂肪酸能夠讓我們知道這些跳蟲 它是食物來源主要是細菌的真菌還是植物 那另外中性脂肪酸也可以讓我們知道 跳蟲對溫度的適應是怎麼樣 我們發現跟這些生理還有 生理調控以及溫度適應有關的這些中性脂肪酸 大部分都顯示了系統發育信號 而那些跟食物資源有關的脂肪酸 則沒有這些系統發育信號 那另外剛剛有講的是 甲蟎的真菌 跟甲蟎有關的真菌 跟甲蟎的真菌 跟甲蟎的穩定同位素有關 所以真菌反映的是他們的甲蟎的食物來源 那相比之下 甲蟎的細菌跟同位素的關聯性就沒那麼強 反而是跟甲蟎本身的系統發育有關 甲蟎這顯示什麼呢 這顯示這些細菌可能對於甲蟎來講 是一種共生菌 它跟素組 素組就是甲蟎之間的關係比較密切 那真菌可能是作為食物 所以它跟甲蟎的同位素 同位素反映的是它在食物網中 甲蟎在食物網中的那個位置 所以這些真菌作為食物跟同位素就可以 同位素反映食物網 所以這件事情就可以連在一起了 好 那演化術還有什麼功用 我們問的問題就是 這些甲蟎 這些跳蟲物種 土壤動物物種是怎麼來的呢 你可以把這些物種放在一起 當作一個庫叫做物種庫 那群落的這些物種 它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物種庫中的一個部分 一個subset 那這些物種是先有了物種庫 然後之後再被篩選 篩選或是再被分化到不同的群落中 那演化的過程是什麼 問的就是這個物種庫是怎麼形成的 在一個歷史的脈絡上 從古到今 這些形狀怎麼改變之外 這些物種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有兩個假說 特別是你可以想像 我剛剛有介紹一個是在東北蒼白山的一個 一個這個垂直自然帶 一個海拔的梯度 這些跳蟲他們是先到了高海拔再演化出來呢 還是說他們先各自演化出來之後再擴散到高海拔 你現在看到的是 中間這邊有三個箭頭 三個箭頭指向的這個群落 群落中 這三個物種都是來自於一個同一個演化之 所以有可能是先有了這個群落這個框框就是這個棲底 然後在這個裡面才發生了總化的過程 所以這個總化 speciation 是一個比較近期發生的過程 就是說先有了你所看到的環境 然後之後才有了物種發生改變 那跟這個相比的話是 你看到的是 它同樣有這個綠色的這個框框 這個框框是一個某一個特定的升級 但這個框框裡面的三隻綠色的跳蟲 來自不同的演化之 那很有可能是 這三個跳蟲先產生 先形成的出來 然後在可能是一些生態作用 或者是擴散的過程 使他們聚在這個綠色的框框裡面 所以是先有跳蟲 然後再有 居落枸間 所以是all-linger persistence 前面這個是speciation recent speciation 最近的轉化 那後面的這個是 比較老的類群 比較老的物種 他們擴散聚在一起 所以高海拔 或是在一個山脈的梯度上 在一個山地不同海拔的梯度上面 跳蟲是先有的呢 還是是海拔 不同的海拔先形成的 這就是兩個 這個是兩個 在我之前研究中 跟跳蟲形成跟跳蟲演化 比較代表的研究 問的就是到底這些跳蟲是怎麼形成的 這個研究是我們調查了在哥廷跟周遭的一種 很廣泛分布的跳蟲 叫做Laptotutus-Longinus 這個是一個 其實它是一個全球分布的跳蟲 我們認為它的形態其實只有一種 所以應該說我們從形態鑑定 只能把它鑑定成為就是這一種 Laptotutus-Longinus 但是我們藉由DNA的分子工具 我們去比較它的序列 我們發現其實在哥廷跟周遭 好像不只只有一種 其實是有三個不同的 我們稱它是Lineages 因為我不確定它是不是同一種 那我們只能夠從分子證據知道 他們之間的關係很遠 遠到什麼程度呢? 遠到他們在Milesin的時候 就已經分開來了 這個是一個幾百萬年的過程 所以我們認為它可能不能夠算是相同的物種 那我們還發現一個什麼有趣的現象 就是這三個不同的Lineages 這三個不同的演化枝 Lineage 演化枝的意思 他們偏好不同的生境類型 第一個Lineage 第一個演化枝比較偏好農地 第二個偏好森林 第三個偏好就是草地 那似乎環境過濾 在這邊發生一定的作用 環境使得這些跳蟲 開始有一些DNA上面的分化 但是我們對它的所知甚少 我們還不知道有哪些形狀 是能夠去反映這些分化 我們只知道它的形態一樣 但是我們還找不出來 有沒有哪些形態是不一樣的 分類學家告訴我們 這三個Lineages 它只能夠分出兩個Lineages 那其中二跟三這兩個Lineages 它是完全沒辦法分出來的 那一跟其他兩個差別在哪? 只差別在於覆測上面的兩根毛之間的差異 的那個比例大小 所以其他從顏色啊 體型大小啊 或者是它那個身上的鱗片啊 分布什麼的 它沒有辦法去知道 我們沒有辦法找到一個 然後去解釋它們不同 或是解釋它們甚至喜歡不同棋底的原因 但我們知道棋底對於跳蟲的DNA分化有影響 然後再來我們再回到東北常白山的那個研究 我們在這個研究中我們調查了 我們發現了二十幾種的等跳 等跳科的跳蟲 那我們嘗試想要去探討 是什麼原因造成有二十幾種跳等跳 而不是只有五種或是十種 這些跳蟲在演化上的分歧 是不是跟現在或是我們從已經見古 跟古時候跟以前的環境改變有關 那藉由一些統計的方法 我們知道這些跳蟲它在分化可能會跟土壤的蛋 跟土壤的PH 還有跟植被類型有關 那長白山是什麼時候形成呢 長白山是一直讓你現在看到這個 一個紅色的那個星星還有一個叫虛線 在這個右邊就在這個之後才有長白山這個山脈的隆起 但是你看這些跳蟲 它們早在山脈形成之前就已經分成不同的類群了 不應該說就已經分成不同的演化質 那顯然就是這些跳蟲它比較符合 我們剛剛說它到底是先有了生靜 先有了棲地再形成了不同物種 就不符合這個啦 它反而是先有了這些跳蟲 然後它們才擴散到了這個地方 所以三地生物多樣性 三地的土壤生物 三地的等跳蟲等跳的多樣性的形成 我們認為總化並不是一個現在太重要的 我應該說總化並不是一個主要造成的結果 而是擴散或者是所謂的比較老的演化之系的長期的存在 是能夠去解釋你現在看到的三地的土壤動物多樣性的理由 好 嗯 我們還有一些時間 那 下次你再去看這些土壤動物 把它 用一些特別的手段把它提取出來去觀察的時候 我們 就可以想想看 再回去想想看 是什麼樣的原因造成 這些欣欣色色的土壤物種 是它們吃的東西不一樣 它們的環境一直是比較高呢 經過了這50年 似乎我們開始對這些土壤動物有一些新的認識了 那 所以 這就是我整個研究的方法使用了群落 一般作為我們做生態研究 我們會先去調查有哪些的物種 那我們會去看這些物種生長的環境 有哪些的環境因子 那在土壤的研究中 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會去測定的是土壤含水量 土壤PH值 土壤的碳氮的含量 那我們也會去做一些土壤 微生物的一些測量 比如說微生物的生物量 微生物的呼吸速度 還有一些微生物的組成 這些對於土壤動物來講 都是屬於環境 環境變量 它們所生長的環境 包含它們的食物資源 包含調節它們的一些物理 還有化學這些非生物的因子 那我們在這樣的環境中 拿到的土壤動物 我們會去鑑定它是屬於哪些物種 這些物種的總和 所有的個體的組成 就稱作是群裸 所以我們會獲得 關於土壤動物本身的一個群裸的數據 剛剛講的有環境的數據 還有現在講的是群裸的數據 那我們在整個鑑定的過程中 我們會去看它身上的形狀 它長相不同 我們可以把它區分成不同的物種 但是我們也要想想看 是不是它們會晉升相同的食物資源 那我們就要先去知道 它們到底吃哪些食物 那這個部分的data 這部分的資料 我們就稱作是一個性狀的資料 那最後這些物種 我們其實可以把它 抽DNA 然後我們去定序 然後藉由DNA的序列 去知道它的親疏眼鏡 那由這樣子的親疏眼鏡 關係我們就可以去推測 它在過往的演化的過程是什麼 或者它在過往的這個演化的格局是什麼 那這個就是能夠告訴我們 這些跳蟲的系統發育 那有辦法讓我們知道 這整個物種褲子 怎麼形成的這個性狀 是如何去產生的 所以這個演化 這個DNA的序列 就稱作 你可以把它講做 這是第四個 第四個類型的數據 那我剛剛說我是一個數據分析 專門在做數據分析工作人 所以我現在其實工作 大部分就是在分析這四組不同的數據 去看它們之間的相關性 或者去看它們之間的差異 那藉由這樣子的分析 我們就可以回答 哪些生態過程 是過濾過程 分化過程 擴散過程 還是是漂變過程 去影響了這個土壤 像生物對象性沿著某一個梯度的分布 像是沿著海拔梯度的分布 我們也可以去了解 是什麼原因 造成這些物種存在在那裡 那稍微總結一下 這個過濾跟分化是 Mark Velland 在那個理論中的選擇過程中 跟生態位有關的過程中的 一個主要的兩個子過程 那我們的目前研究結果是 這個 這兩個過程 特別是過濾這個過程 是顯示在 那是體色這些的形態的形狀上面 那如果我們想要知道分化過程 可能我們會需要使用的是 一些跟食物資源有關的形狀 那個這個必須藉由像剛剛說的 穩定同微素 中心脂肪酸 酵素 還有腸道微生物 才有辦法去實現 那 這四個不同的方式 這四個不同探討土壤動物吃什麼的研究方法 能夠有助於 讓我們更透徹 或是更全面的了解 他們的食物來源是什麼 還有食物的面向是什麼 這個是從包含了從 從噴驗消化吸收到童化 這整個的 就整個的那個 叫什麼 獲得營養的過程 那另外關於演化過程來講 我們發現大部分的形態的性狀 是具有系統發育性號 也就是說比較相近的物種 他們的 就是輕鬆眼鏡比較相近的物種 他們在形態上的相似度也會比較大 但是 他們在他們吃的食物來源 就 差異 我剛剛說什麼 比較相近的物種 他們的形狀相似度會比較高 就是他們的形狀會比較相似 但他們吃的食物可能 是不一樣的 那反而是輕鬆眼鏡比較相異的物種 他們使用的食物資源反而會一樣 那在3D系統中 我們知道這個 3D的土壤生物 它並不是先有了高海拔之後 才演化出來的不同的物種 而是比較多的 目前的證據師顯示是 來自於不幾個比較老的不同的織系 然後 藉由一些生態的過程 像是擴散或者是環境過濾 然後使得他們能夠聚在在一起 所以下次當你走到一片森林裡面去 你不妨看看自己這個 腳踩的那個圖裡面 會不會有一些動物呢 試試看可不可以找到這些 形形色色的可愛的小動物 那以上就是我的報告 我非常謝謝Tyra給我這個機會 能夠讓我在這裡發表 就是這幾年的研究 那我也要謝謝就是 以往支持我的所有人 包括我的老師 我的同事 我的朋友 還有我在實驗室中的助理 好 以上就是我報告 我先停止分享大家的問題 可以問囉 我們沒想到 現在 廠上有 十六位 不含我的話 還有十六位 好 謝謝丙文 精彩的演講 然後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歡迎提出 如果不想要開麥克風的話 也可以 也可以把那個問題打在chat上面 然後 我可以幫忙問 那 現在大家都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先問一下好了 嗯 那那個丙文香請問一下 因為你剛剛提到說 氮含量跟海拔有相關 然後海拔又跟體色有相關 你是在暗示說 體色跟氮含量有相關嗎 欸 直接的 你看 剛剛那張圖表上面顯示的是 氮含量跟群落的體色有相關 但是海拔跟氮含量有相關 所以我會這麼說 其實體色跟海拔在理想上 在我們的邏輯上來講 會比較有相關 因為高海拔它的紫外線曝曬比較強 所以它的體色比較深 這是邏輯上來講 我們可以理解 但是數據上顯示 其實最能夠解釋群落的體色 不是海拔 而是土壤氮含量 但這個你就會覺得很牽強 如何把土壤氮含量跟體色連接 我找不到理由 所以我個人請教也是 你有嘗試去找相同海拔 但是不同體色 然後看它的氮含量的差異嗎 就是你有這樣類似的數據嗎 因為跳蟲這個 跳蟲理論上應該是在 是在同一個海拔的群落上面 應該是還蠻普遍的 所以理論上你應該是可以找得到相同海拔 然後但是不同氮含量 然後去看它是否體色上面有差異 可是這個真的是有點奇怪 為什麼氮含量會跟體色相關 對這是一個蠻有趣的點 這是你剛剛說的很好 就是其實我們可以在同一個海拔上面 採幾個不同的樣點 然後去看在固定的海拔上面 這些土壤氮含量的T度 是不是會對於體色造成影響 我能夠說應該不會造成影響 當然這你要實際去實驗才知道 因為從機制上來講 你很難去找到一個mechanism去說明 為什麼土壤氮含量會去改變它的體色 你反而是就像我剛剛說的紫外線 因為紫外線對於動物本身可能是個傷害 所以它必須要有比較深的體色去抵抗 或是去保護它 讓它不會受到那麼強的紫外線傷害 這樣講起來可能比較容易 但你倒是提醒我一個點 其實我們在做那個研究的時候 我們在這個海拔上面採了 採了三個樣點 不對 採了五個樣點 那這個五個樣點 我們其實最後在分析的時候 是把它做為一個random factor 所以我們其實並不是太去在意 這五個海拔樣 這同一個海拔五個樣點之間的差異 我們問的問題是不同海拔之間的差異 所以我們在意的是那十個海拔之間所造成一個明顯的環境提度 不管它是海拔這個數字高低的本身的差異的提度 還是是它的土壤淡含量的差異 所以我們想要找哪一個最能夠去解釋 統計上 最能夠去解釋這個群落的提策分布 統計上 但是你會發現理解上來講就是比較困難 所以你們的資料主要還是由自己採的 而不是去做meta data分析 我剛剛說的大部分都是自己的實證研究 自己採的數據 真正做meta分析的就是 四個研究土壤實性方法的相關性 那篇研究那個就是meta analysis的研究 我們還是喜歡出野外實際去量資料 實際去看到動物長什麼樣子 那我自己是更喜歡是坐在電腦前面去分析data 那我很需要這些我的同事們 我的好朋友們這些 他們提供了這些第一手的資料 然後我們有機會能夠再去reuse他們的資料 問不同的科學問題 所以我很欣賞 我也很寶貝他們對於整個土壤生物研究的貢獻 當然每個人也要找到自己的niche 找到自己能夠partitioning 在不同niche的一個方式 那我覺得我目前是算是還是 找到我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也跟我的同事們互補 我同事有些很厲害 出野外超強 鑑定物種也超強 那這方面就是我們剛好成一個互補的一個角色搭配 那大家還有什麼問題呢 我先把錄影關掉好了 可能有些人害羞 可能不想要被錄進去 謝謝 謝謝